現在你只能夠安全一點 伊朗也是會教徒來的 現在可以在誤到歐美生意的時候 你就找客人 你就找清真旅遊 但是為什麼現在不搞不行呢 現在迫切性就大了 因為主要就是這兩件事 首先昨天G7外長聯合聲明 其實有說香港的 譴責香港 47人案的判案 令香港人權自由受到侵蝕 G7來講一再提香港 另一方面 歐洲議會 這是今天發生的 歐洲議會開會 講到香港的Session的時候 今天接連四天 在現在法國開全體會議 講到香港那一刻的時候 特別提到國安法和23條 令到香港的自由法治都已經惡化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這句 敢說 C紀賢不敢說那句 C紀賢連這句都沒有說 C紀賢不敢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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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 現在你英國 你進入歐盟就好過了 你脫了歐之後 你反而變成契弟了 現在是 200萬人簽名之後 我們也說過的 英國的聯署運動 最多人支持的 就是再投入歐公投 現在香港人是入歐公投 是的 還有東歐勞動力 還有英國現在有另一個問題 BBC的頭條 去年有90萬人進來英國 即是移民來英國 創下是三年來新高 不是三年來新高 好像是二十年新高 很厲害 現在是二千年以來 是最高的 看看稍後有沒有機會說 這是大件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越講越遠 主要就是 歐洲議會 有見於 有見及此 47人案的判刑 現在又在審肥好禮 立場新聞案又有提 香港在世界新聞自由的排名 又大幅下降 既然香港崩壞得這麼快 不如現在呼籲 歐洲議會 呼籲廢除 當然 叫特區政府廢除 國安法23條 敦促政府 無條件釋放 所有這些政治犯 包括鍾佩權 黎智英 撤銷他們的指控 又呼籲 歐盟對外行動署 和成員國 對中國發出警告 他的行為 中香港的行為 已經在影響中歐關係 呼籲歐盟理事會 歐洲理事會 歐洲理事會才有實權 歐洲議會 就是意向性表達 歐洲議會 一向都比較激進 一向都支持香港 甚至是支持台灣 不只是支持香港 其實他對台灣的 都更激 只不過是做不做 就看歐洲理事會 歐洲理事會 就是每家國家的元首 找兩個代表去參與 他們很多時候都不理 歐洲議會 但是就是叫他們這樣做 撤銷香港的優惠關稅待遇 審視歐盟 即是香港駐歐洲 歐盟的經貿辦 起碼和美國看齊 麻煩追犯落後 麻煩 也敦促 中國強行在香港 和澳門實施國安法 向ICJ 作出提訴 國際法院 作出訴訟 說這些 我覺得 歐盟 都是這樣的 歐洲議會 支持就支持香港 但是歐洲 你叫他們去制裁港官 制裁特首 他們的話 其實他們就不會做 但是 壞不會還得很多 但是好也不會好去哪裡 歐中關 不是歐港關係 不會好去哪裡 所以 李家超 一直都當他放屁 但是 至少 歐中關係 以至歐港關係 其實不會好 好交關 尤其現在 歐中 貿易戰 雖然歐洲不是很想打 被迫都要打 電車 現在有加關稅 現在同時間 之後還有的 封能設備 綠色能源 太陽能電板 陸續有關稅制裁 不止 還有這個技術輸出限制 他要求中國 將這些工業技術 給歐洲 現在呼籲歐盟 針對性制裁 另一邊商 李家超 在鬥氣 在十一格 國際檢察官 亞洲和太平洋 地區會議 今年在灣仔咀 其實是說真的 這個是恥 為什麼會國際檢察官 聯合會議 在香港進行 這個 是中英聯合聲明而無物 不斷破壞法治的地方 去舉行這個 國際檢察官聯合會 真的 李家超 就在這裏多謝 香港的檢察官 誠信專業業情 去追求正義 你明明 就已經是 漠視法治 甚至乎 用這個國安法 踐踏基本法 去判這個 二十四十七人有罪 這個年 你看到很多英國駐 非常任法官 岑奧遜 很多人都已經陸續辭職 還有意思說這些說話 最有趣到現在 你都不知道什麼 張卓勤 晚特豪 那幫人的真面目 是啊 你不知道 他們是過街老鼠 又不被媒體報 明報記者 想拍他的照片 屌人老母 旁邊的警察 這麼兇 他們本身就知道自己心虛 過街老鼠 所以才是這樣的 所以呢 所以呢